遺傳給小孩子 那個機率到底有多高啊 對 遺傳的問題 我們有一個叫三二一 就是爸媽如果 其中有一個有的話 三分之一的機會會給小朋友 那如果兩個都有 兩個也就三分之二以上 三分之二 對 甚至高達八成以上 那如果我們生下來 都有 三分之二有 那一代接一代結婚 就再甚至那大家以後就越來越多 對啊 所以過敏的 現在過敏的比例已經高達 七成對不對 現在大概三個有兩個 對 搞不好那個沒有 那三成只是沒調查出來 對 但是我想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教 真的 因為之前 尤其男生有時候 醒鼻涕就非常豪邁 就用力 對 一直要給他出來對不對 你知道之前有一個高中男生 他一醒 結果 想說怎麼年輕會有眼袋 因為過度用力 這邊的壓力太大 他裡面這個 眼睛裡面我們其實脂肪 本來是有一層筋膜 把它包住的 它過度用力就形成 類似散氣的狀況 這個脂肪就跑出來 你知道嗎 擠出來 脂肪掉到那個 筋膜之外掉出來之後 在這邊 所以就形成一個大眼袋 那怎麼辦 醫生 你知道 手術把它推回去啊 對 所以請注意 就是 醒鼻涕的時候 單邊 因為不要這樣 因為這個壓力非常大 天啊 那跟咳嗽也是一樣啊 對 過敏 咳嗽 乾咳 怎麼咳到 有時候咳到這邊都會痛 咳到散氣 真的 真的 還是要預防吧 你們從小幫他們預防呢 雅倫你有做什麼預防嗎 如果怕遺傳的話 那時候懷孕的時候 就只有聽一些 就是大部分講什麼 帶咳類的海鮮不要吃啊 避免 然後長 寶寶生出來之後 可能蛋跟蜂蜜 要碗給它吃 而且我懷孕的時候 連那個什麼奇異果 草莓也說不要吃 比較好 怕刺激 對 然後再來再大一點 就是會補充一些 益生菌跟魚油 就有持續在補充 秋天的時候 我有一群朋友 他們已經去做了 第二年的三伏貼 我又沒跟上 然後就看他們 每個小孩出來 就像鐵達筍上 出來那樣 然後可是他們試了兩年 他們覺得有差 所以可能明年的秋季 我可能會跟上 這樣子 對 也去鐵達筍 還沒開始做就對了 還沒有 可是聽說還不錯 因為他們的也是 過敏體質的小孩 去做這個三伏貼 對 我自己是我懷第一胎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 所以我是聽人家講 就是帶殼裂海鮮又不吃 我那時候更嚴重的是 我連芋頭 芒果 這種浩發的我都不吃 好厲害 對 然後可是有一次剛好 我懷孕我什麼都吃了 可是你知道 我就是剛好有一次遇到 就是冬天 然後那個朋友請吃 很好吃的那種蟹餃 帝王蟹的蟹餃 那不是可惜 然後我老婆都說 你真的不吃很浪費 可是我就是 就是為了那個 讓人家開心 我就吃了一口 真的一口吃完 就把它推過來 那都你的了 沒有原則耶 我超有原則 我就全部都很乖 然後敵寶出來 的確是沒有什麼 完全跟我不一樣 我是環境過敏員 冷熱過敏 然後蝦子 對 那現在的話 我會因為台姻四歲了嘛 那我除了給他 就是平常會多吃優格啊 百香果那些比較 也蠻抗過敏的一些水果之外 就是魚我一定會給他多吃 因為我知道 Omega Street的 因為他不吃魚有的 因為他覺得那東西很怪 我也很怕他卡到 他不太會吞那種東西 所以我覺得就是均衡補充 但是一定要讓他吃青菜水果 就是不要讓他養成 只吃某一個東西 騙食的習慣 我就是那種很不信邪的媽媽 就是在懷孕的時候 當然我以前在大陸 從來沒聽過 什麼帶殼海鮮會引起過敏 你知道我從來都沒聽過 所以我來到台灣 大家這樣勸的時候說你們亂講 那個東西跟過敏有什麼關係 就是好 而且我以前也不太吃蝦子 可是我到懷孕的後期 我就每天都想吃蝦子 對 想吃真的是 你既然很想吃 你幹嘛 難得一輩子懷孕這一次 幹嘛要那麼壓抑自己 就一直吃 妳同好 都什麼都不忌諱嘛 都吃了 我就想能吃什麼我就吃 想吃什麼我就吃 結果我兒子一生下來 就眼睛還髒得不是很好的時候 就一直打噴嚏 然後我老公就說 你看爸 那時候就叫你不要吃 你看真的這樣 我就說哪有小小的嬰兒 可能就是天 可能那個光 或什麼的那個反應 那我們就去諮詢兒科醫師 兒科醫師就說 那你們夫妻有誰過敏 然後我老公就說 我就是過敏 然後醫生就說 對嗎 真的就是小 不是蝦子的關係 妳現在再先脫醉就對了 對 然後我們就那時候 斷了母奶之後 就開始水解蛋白的奶粉 但其實我覺得 真的沒有什麼作用 因為我們大概到一兩歲之後 那個過敏症狀 整個發起來的時候 就真的很嚴重 它就是夜殼嘛 它的夜殼就是一整夜 一分鐘都睡不著 對 然後從小就去定期的 看過敏科的醫師 就每個禮拜去看 每個禮拜拿藥回來吃 後來我就覺得 一直這樣吃藥也不是辦法 後來大家就說 要不然吃益生菌 那我就配合益生菌 然後又帶他去游泳 對啦 應該游泳 後來發現游泳真的非常有效 就是他游了半年之後 那個你幾乎忘記 他會流鼻血這件事 因為他有鼻痘炎嘛 你幾乎忘記 可是他之前腳就摔 摔壞掉的那個 那一段時間有兩個月不能游泳 你會發現 每天早上我一起來 垃圾桶裡都是他自己半夜 那個鼻血自己擦一擦 丟在垃圾桶 都是那個衛生紙 然後一游了 又不留了 現在沒有 對 這麼厲害了 所以你永遠有幫助 這兩個問王醫師一下 這裡面的話幾個東西有用 像我剛剛提到 第一個是益生菌 益生菌我會提兩個比較有趣的事 第一個就是 我們人體裡面最大的免疫器官 其實是我們的腸胃道 它佔了75% 那第二個是我們的腸內細菌 它大概可以多達100兆 這麼大的一個數目 所以其實客戶家一直在想說 到底這個 這個過敏跟我們腸內細菌 是不是有關聯性在 所以這100年前那個諾貝爾的一個 醫學獎得主 這個一個 一個佩慶尼克福教師 他就提出來說 確實我們提供一些 好一些有用的益生菌 給我們腸胃道的話 是可以減少一些過敏發生的原因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這個益生菌對於像 這個皮膚 尤其皮膚炎 嚐到了一些過敏的情況 或者這個鼻子過敏的問題 也可以得到一些還不錯的 一個改善的信息 一定要那種放在冰箱裡面的活菌 這樣子來吃那種益生菌嗎 一般來講的話我們會建議就是 第一個菌種要比較多樣化 最起碼三種以上的菌種 會比較好 第二個就是 它有特別的技術 可以減少那個細菌 結果吃到我們體內 被代謝分解掉的機會 這個當然會比較好 或者是它要再增加一些 我們叫做益生菌之外 我們要再吃一些像 像什麼燕麥 糙米 地瓜 馬鈴薯 我們這些有寡糖跟這個 我們叫做這個 這個多元的益菌質的東西 它才可以讓我們的這個 這個益生菌可以在我們腸道裡面 健康的生長 好 那益生菌是OK的 那還有其他那些 魚油 魚油的話效果也不錯 因為我太太也本次他過敏 在環境當中 我也會給他吃魚油 因為魚油它是藉由我們叫做 Omega 3的這個 多元不好脂肪酸的一個補充 讓我們的身體裡面 它的過敏比較平衡 所以它不會讓過敏這一端 過度的這個 我們叫暴沖的情況 但因為魚油它做成是 那個膠囊重 所以我們就把它剪開 然後把它跟它的食物 把它混在一起 它其實就會吃得滿開心的 不用去吞夜那一顆 對…因為吞那一顆 其實我們也會擔心 它小心夜糖 對… 好 然後還有水解蛋白奶粉 水解蛋白奶粉的話 我覺得是對於 對牛奶蛋白過敏那個族群的小朋友 才特別會有幫助 也就是說如果一般小朋友 因為它吃一般的牛奶奶粉 它沒有過敏的一些問題的話 其實不用刻意把它轉成 水解蛋白奶粉這一塊 對… 而且我自己試過那個 水解蛋白奶粉 其實真的味道很好吃的 很噁心 真的喔 對… 所以游泳 就是落實在運動上面是最有嗎 運動也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不限於游泳 對 不限於游泳 其實它只要出去運動 跑步 騎腳踏車 甚至像這個溜直排輪 游泳這一些 運動都可以增強 我們自己民心的發育 它就可以讓過敏的情況 可以大幅的降低 那媽媽吃海鮮跟生畜過敏呢 對… 沒有關係 不過孕婦都不敢碰 你知道嗎 真的 這其實是個好問題 那其實 我做了很多相關的一些研究 其實這個是沒有關聯性的 真的嗎 想吃就吃了 我也記住我老公 就是阿建老師 老公比較毒 對… 但是我們這個強調點就是 有一個東西絕對要禁止 就是 添加在巧克力 或是一些糕餅裡面 反式脂肪其實要禁止 因為確實 反式脂肪吃得過量 它會增加小朋友 以後過敏的機會 很多人用這個什麼三浮貼 來改善皮過敏 真的很有名 我先講一下 為什麼它這麼有 對…